欢迎收看这次新闻,我是徐晋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强调要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 坚持稳踪求进总基调 统筹拓大内需,增强经济活力 并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回报 另外,又研究部署明年的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 以及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国务院印发方案,推动上海自贸区开放 商务部说,会与上海市合作 加快落实措施,累积经验 期望未来新政策可以应用在更多地方 何心言报道 国务院星期四印发总体方案 推进上海自贸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方案涵盖7个方面提出80条措施 当中包括要加快服务贸易擴大开放 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并且实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 建立合法安全便利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另外,又会推进管理制度改革 营造公平、透明的发展环境 当局期望对确需制定的具体意见、办法、细则等 能够在一年之内完成,确保落地建效 之后会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 十年来,上海聚焦投资管理、贸易便利、金融创新 政府职能转变等四大核心领域攻坚突破 已经基本建立了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上海作为中国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先行者 我们感到有条件、有责任、也有能力 来承接好为国家式制度的任务 商务部说下一部会同上海相关部门合作 加快落实措施、为新政策累积经验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导 消息说,社民连成员股思耀 涉嫌企图先动罪被捕 警方国安处早早在长沙环 以企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 拘捕一个77岁男人 据了解是古思耀 他被扣查 古思耀去年曾经因为计划在北京冬奥开末日 台自制棺材到中联办抗议 煽动罪成判囚9个月 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7人 被控2019年818流水式集结 组织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7人再提上诉 上诉庭认为 部分问题涉及重大法律论点 获准上诉至终审法院 刘政司就定罪上诉 就被拒 苏敬华报道 上诉理据 部分问题包括法庭应不应该根据 每宗案件的事实和案情 以及言论集会自由等的权利下 评估执法行动的相称性 以及拘捕和提告 是否过分干涉言论和集会自由等 上诉庭认为原审裁定明知而参与罪合宪的决定正确 但是7人提出的法律问题 牵涉到法庭何时要做相称性分析 当中的法律论点重大重要 因此决定批出上诉许可 律政司的上诉理据就认为 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中 组织的定义值得由终审法院裁定 今次裁决对未来规管大型集会又重大影响 上诉庭在判辞说律政司提出的问题 早前已经在庭上解答 组织这个词语没有任何技术性或者法律意义 通常代表积极参与 安排和策划一个活动 原审控方无办法证明黎智英等7人 是游行的组织者 虽然结论不利于律政司 但是认为诠释正确 拒绝批出上诉许可 有时新闻 苏敬华 政府计划将尖东科学馆搬到沙田 原始兴建国家法治磨承受尊管 有立法会议员引述政府估计 新管2031年启用 到时科学馆会无逢对接搬到沙田 谭晓彤报道 文化博物馆面临拆射 有市民听到消息之后来参观 很多特战都看过 麦莫来 龚麒进那些都看过 都没有再怀疚一下 就来杀管了 昨天看到新闻有点惊讶 希望他们可以保留 香港人可以去看我们自己的文化 文体旅游局局长杨允雄 星期四和文议联开会 文议联引述局科 拆了文化博物馆之后 估计新大楼2031年落成 到时科学馆由尖沙咀搬到去沙田 沙田重建工程的时候 政府同步在尖东科学馆前面的空地 兴建国家发展和成就专管新大楼 都是2031年启用 到时科学馆搬走了 就会拆卸原有的大楼 兴建国家专管的第二部分 预计2037至38年才传管落成 立法会议员刘志鹏身兼康文出 博物馆专家顾问 他认为文化博物馆的定位不清晰 内容和历史博物馆和艺术馆重叠 但认为分拆展览去到其他馆行不通 政府说管内的李小龙展金融展等 可以分拆到日后落成的流行文化馆 政府今年年终回复立法会的时候说 正在就展馆的选址和面积长远规划 未有公布落成的目标时间 有时新闻谭晓桃报道 美斯将再次来港踢表演赛 美式球队国际卖眼物落实明年2月访港 陈汉威报道 国际卖眼物在官网宣布 球队展开首个亚洲之旅 其中2月4日会在香港大球场上演 逗香港联赛选手队 班主碧咸就觉得很兴奋 急不及待要看他们比赛 约定大家2月见 美斯2014年曾经跟随亚根廷来香港 踢足总的百周年纪念赛 后被上阵入两球赢港队7比0 国际卖眼物拥有美斯巴斯基斯 和佐迪艾巴 苏亚雷斯巨报也都快将加盟 门票12月15号开始发售 价钱由880去到最贵的4880 初年门票就佳付580到780 开播时间和详细资料会稍后公布 有线新闻陈汉威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港股微跌收市 内房股股押比较大 行市今个星期累计跌495点 是连续两个星期下跌 吴敏方报道 港股表现反复 高开低走 行指早段升过118点 高建16464点 之后无以为计 曾经下市16200点附近 午后好淡真词 收市微跌11点 报16334点 成交883亿 北水淨流入33亿 总结全个星期 行指曾经建今年低位16157点 累跌495点 连跌两个星期 科指累跌超过3% 虽然高开低走 但是跌势不是很加剧 可能真的有很多 再在这些位置都沽得这么残 你还在踩下去吗 没什么意义 你踩下去都没人接了 还有在高位已经 做了淡仓的 你都已经平仓了 腾讯再租到南非大股东减持 股价表现冷静 全日跌不够1% 美团和亚里就终止跌势 邮邦结束10年跌 反弹近2% 目的调低中银香港 港铁等平级指望 但是股价反应不大 外界预期 车企因为未完成销售目标 年底会再打价格战 汽车股偏远 小鹏跌超过半成 中指研究院预计 明年全国房地产销售继续受压 内房股股压大 完成强制可转换债券 首次转换的融创跌近两成 润地和中海外是表现第二和第三差蓝炒 有线新闻 文芳报导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虽然金融市场有波幅 但不是异常波动 行政上官尼加超就说 气候风险为保险业带来机遇 院士聪报导 面对经济增长放缓 利率高企等等的挑战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出席亚洲保险论坛致辞的时候 虽然金融市场有波幅 但并不是异常波动 本港拥有完善监管制度 有信心保持金融稳定 以保险业为例 虽然去年曾经出现倒退 但是已经回复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商业机会 包括发展虚拟资产等等 亡络安全相关保险 As new type of risks Trends have shown that such business is increasingly shifting the traditional coverage of hardware damage and business disruptions to cover more third-party liabilities like data leakage litigation causes and public liabilities 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 本港正在扩展保险商年证券 应对气候变化等等的挑战 We are working to expand our insurance-linked securities given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global challenges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tools Climate risk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surance industry 虽然越来越多人押注日本央行 将会结束宽松货币政策 但是日本经济能不能够配合再成为疑问 日本政府向下修订第三季GDP 去到收缩2.9% 低过初值时的跌2.1% 按规就跌0.7% 亦都轻微低过初值 至于日本央行最关注的工资增长 就继续下跌 受惠当地10月调高最低工资 名义工资增长1.5% 创6月以来最大升幅 但是扣除通胀之后 实际工资跌2.3% 连续19个月下跌 但是跌幅较前一个月轻微收窄 日本家庭支出亦都连续第8个月下跌 数据出炉之后 日元升势回信 隔晚日元一度升近4% 创近一年来最大升幅 高建141.7对1美元水平 每百日元对港元升到5.4算附近 是8月初以来最高水平 因为我想日本央行最想就是说 避免就是说在一个减息周期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宣布要退出负利率 或者加息 因为那时候做这件事 就可能会令到 日元可能会有一个大幅反弹的风险 也都这件事就可能会打击到 就是当地的经济复苏出口 现在说到就说12月或者1月 都可能会提早做这个政策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日前说 从今年底去到明年 处理货币政策问题将会变得更具挑战 令到外界猜测货币政策有机会转向 由线新闻吴文方报导 其他新闻 政府跨部门和餐饮零售和旅游业界齐出销 稍后有各项措施 包括100元消费券等等刺激本地消费 郑家迅报导 认着这个优志香港居民日日可能有优惠 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黄杰龙说 旅发局为了刺激本地消费 将会向港人派发100元限量消费券 下午6点后可以在参与优质旅游服务计划的餐厅上用 旅发局说正积极筹备推动本地消费的措施 稍后公布详程 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而认为 100元优惠劝成效有限 他说业界正筹备推广平台 集合不同零售商的优惠 大约一个星期后推出 希望多些零售商 不单止是我们协会的会员 甚至是非会员都一起去参与 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柏良说 政府正推出创意深度游设计比赛 进一步推广本地游 会有一个是被市民投票的一个过程 希望能够第一是引起市民的关注 也都是让他们知道 其实香港本身都真的有很多特色的地方 你喜欢文化特色的也有 你喜欢我们的大自然美景的也有 他有希望驱选之后 政府可以重推类自区区有看头的18区活动 找出各区的打卡位推动经济 有线新闻 郑家俊报道 警方倒破两宗贩毒案 检莫市值大约5400万绿安酮 捕捉了5个人 检莫的绿安酮用胶袋包装 警方星期三在里渔门 试停一个可疑男人 在他身上同住所发现20公斤绿安酮 经调查之后再锁定贩毒集团的上游骨干成员 星期四在葵冲一间酒店和私人楼宇 检莫大约90公斤6安酮 被捕人24至66岁 美军全面停飞鱼鹰运输机检查 白宫说是正常程序 强调确保安全才会服飞 李沛三报道 驻日美军的CV-22鱼鹰运输机 在日本鹿尔岛海域失事堕海 一个星期之后 美军决定暂时停飞 所有机型的鱼鹰机安全检查 总数有400多架 海军陆战队最多有大约400架 初步调查显示鹿尔岛的意外 可能和机检故障有关 但是暂时确定不了原因 国防部和白宫说 意外之后为安全起建议停飞 是正常程序 美军的鱼鹰运输机 2007年开始服役 驻日美军上星期 在鹿尔岛海域的意外 相信机上8个美军全部死亡 日方说是鱼鹰运输机 开发阶段之后 伤亡最严重的事故 8月的时候美军另一架鱼鹰机 在澳洲联合军演期间聚毁 3个海军陆战队员死亡 鱼鹰运输机一般是垂直升降 但是螺旋掌可以转动到水平和向前 好像普通飞机一样产生上升力飞行 独特的设计被质疑存在隐忧 离合器问题也被指过往导致事故的原因 有线新闻李沛山报道